思考比正向思考有用 因为正向思考你常常会落入一些迷思 你常会落入所谓的确认偏误 或者是合理化的偏误 你都想要去想正面的事情 你就会去扭曲一些事实 一些数据来符合你的需求 譬如说你都一直很想要考上高普考 你就会去扭曲录取率 你就会去合理化当公务员的好处 很稳定啊 心存很好 工作环境很单纯啊 跟你讲一点都不单纯 有没有 譬如说有一些加入邪教的人 他就会去合理化他们的邪教 很好啊 有没有 这个飞碟什么时候会来啊 什么什么 我们这个环境非常的单纯 其实非常不单纯啊 你们的那个领导者可能同时 跟你们里面的四个人发生过关系 然后人籍很宽 有年纪很大的 也有二十几岁年纪很轻的 有结婚的 有没结婚的 有离婚的 有那个金丝猫 有什么的 参考 敖拜他们家抄家的时候 周星驰为小宝驰他们家抄家 然后就有很多女生 这个 这个也有 送到我家 送到我家 然后两个老爸上说 这个送到你家 什么类型都有 一点都不单纯啊 可是在里面的人 他为了合理化就说 哇我们这环境很好啊 很单纯啊 这个就是合理化 确认偏误 可是如果你反过来就不一样了 你去找说你们这个单位有什么坏的地方嘛 啊如果这些不好的地方你可以接受 那表示你可以继续待在里面嘛 啊如果这些东西是你不能接受的 你就应该离开啊 所以那个军驰啊 他在 这个 他的部落格 他在写说 他的前公司有什么什么时候不好的地方 这其实是很好的资讯耶 他可以帮助在这个单位里面的人去认清说 啊原来我待在这个单位 有这些不好的地方 那你就可以做抉择嘛 像我刚刚讲的 看你要离开还是留下来嘛 留下来你就要付出代价 比如说有一天被起诉的时候 你可能就是其中一员 啊如果你离开那就很好啊 所以这个资讯其实是很好的 可是有的人就不这样认为 他觉得说啊你都一直在讲负面的 讲说这个单位哪里不好 哪里不好 哪里不好 太负面能量太强了啦 我们要正面思考 啊这种公司也很好啊 什么东西也很好啊 这个叫做合理化骗误 或确认骗误 你一起去找一些证据 来证明你原本就已经知道的事情 对你没有好处的啦 所以这个负面思考通常是比较客观的 啊正面思考是比较乐观的 啊也不是说我们永远都要很乐观啦 譬如说喔 这个 谁喔 最 最这个 最客观 我们心理学发现喔 忧郁症的人喔 是最客观的 他在判断任何的事情 他都很悲观 很忧郁 然后都觉得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会成功 都没有人喜欢他什么什么的 啊另外一种比较健康的人是很乐观 乐观学习 学习乐观 啊什么事情都很好 啊这个喔 自我感觉非常良好 啊如果我们真的认真去评判他喔 谁的 这个观念比较正确 发现忧郁症的人比较正确 对啊 成功几率通常没那么高 啊通常喜欢你的人也没有那么多 可是你就会变忧郁症啊 啊你乐观一点 你的人生就会比较快乐嘛 所以看你到底是要 快乐还是要怎么样 比较容易成功 啊当然 这个不是绝对的 要看事情 如果这件事情对你的人生影响非常的大 我们就要学忧郁症的人 我们就要悲观一点 知道最糟的状况会是怎么样 比如说比较大笔的投资 买房子 买保险 这一年要缴十几万 哦那不是很大笔的投资吗 会影响你财务很多啊 所以你就要很认真的思考 啊尽量去找他一些不好的地方 避免掉亏钱的损失 啊如果是一些小地方呢 小地方你就乐观一点没关系嘛 对不对 哦就不用这个太在意啊 比如说 你要去这个吃饭 哦 啊这些 很多店家你又没来过 哦 啊你就怎么办 你就随便吃嘛 乐观一点啊 你就相信说你随便跳到家 应该会蛮好吃的啊 啊算不好吃 不然一餐而已 那到底是会怎样 你不用说 就开始在那边做研究 然后问老板你们这间 牛肉面八十块 啊可便宜七十五 到底你有什么不一样 他就说我们这个汤头 有用洋葱 牛骨 熬过几餐 我喝一口试试看 他都在这旁边 太累了啦 不需要这样子 对啊就是小事情 不用太在意嘛 乐观一点嘛 可是对你人生很重要的事情 你就要怎么样 悲观一点 逆向思考吧 还有刚刚前面讲说 你不要太容易放下 我亲爱你 知道你这样子吗 就这样子吗 更像是这样子吗 我一直都在换成 因为热度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